不要看我的 不要看我的 看她的 赫琪的包其實每天都不太一樣 就是今天我時間夠 我就再幫她裝一個漂亮一點的 那時間不夠有時候 我真的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放在她的那個體帶 寵物體帶裡面 然後她也蠻習慣這樣 赫琪必備的當然就是 她的玩具 妳就玩具 玩具 玩具 後來她很開心 你看她最喜歡這個 然後喝水 給大家看 但不能給赫琪看到的東西 就是她的日料 她的一些小鈴嘴 小鈴嘴 這個她不能看到 但有一個她很愛吃這個 就是我們節目有那個 親愛的大乾爹 可以這樣稱呼人家嗎 全身狗S 赫琪其實現在有瘦一點點 之前去看醫生的時候大概是5公斤 那現在差不多4.8公斤左右 所以我就是會每個月都給她吃的 這小新犬3.5到7.5公斤的這個 大家都知道我們常常帶赫琪出去玩 你看像我們昨天又跑去草地 然後有時候去山上 然後有時候到人多的地方 然後就是她就會隨便她亂走這樣 所以其實我相信很多的 爸爸媽媽也都知道 就是會很擔心 各式各樣寄生蟲的問題 那外寄生蟲啊 跳蚤壁師大家都很清楚 這比較看得到 或是比較可以預防 可是事實上最恐怖的就是 心絲蟲 就是內寄生蟲 然後它是蚊子傳播的嘛 對啊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可以背起來啦 因為像是心絲蟲 她如果是透過蚊子這樣盯到了之後 她的潛伏期是半年 那這半年你都不知道的話 那不是很可怕嗎 等到真的已經發生 通常都已經非常嚴重了 所以我覺得這很可怕 那後來就習慣了 全能夠S就是 每個月給她吃一顆就好了 所以我每次把這個拿出來 赫琪就會瘋掉 因為它是牛肉風味的 你不能你已經這個月吃過了 你要等下個月才有 下次搜包要跟我講 我要帶比較襯頭的包包來